丙生意失败要被拍卖 他就把他的车位卖给了乙 这两百万车位的买卖 后来就由楼上的甲拍到这个房子 甲他认为说丙他那房子里面是挂车位的 我是取得所有权 楼下的人你呢 只是跟他打一个合约 取得一个车位买卖的使用权 我就来告你车位要还还给我 各位同学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有关于大楼的这个停车位 他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大概就是有权状的 这个权状的话是要我们政府机关发的权状 不是建商发的权状 这个权状就跟我们建物或土地所有权状一样 那个是公文书有编号的 那这种权状的话有可能是这么一个单位 结果你在这个车位在这个单位里面 你有持有几分之几 譬如说你在十二楼 那我们有五个人或几个人共有 然后呢这一个部分有几分之几 所以这个都是有权状的 这种有权状的这个部分的话 他可以单独来移转 那第二种是有关于这一个 是在公设的部分 公共设施的部分 我们的公共设施里面有 顶楼的屋凸 还有楼梯间 还有地下室 那么地下室有航空避难室 那航空避难室可以兼坐这个停车位 所以在建筑法上 你可以规划停车位 像这个是根据公设而来的 那公设而来的这种呢 他没有单独的权状 他怎么样来呈现出来呢 他是在公设的这个件号里面呢 这个件号里面包含很多很多 那么靠他的持分比例 假设你的持分比是万分之 多少那有买车位的呢 你的持分比就比较多 那么没有买车位的你就分摊的 公共设施的持分比就比较少 那么呢 因为以前这个持分比是看不出来 所以后来的话呢 我们在新的这个建物里面呢 我们会赋予他编号 你的车位编号是几号呢 会登陆在藤本上面 所以我们新的大楼是这样子 那各位呢 但是旧的大楼啊 就没有呈现出来这个问题 在以前纵使是公益大厦之前 大部分有配车位的 也都是按照持分比啦 但是这不是必然的 如果以现在新的话 就是车位会有编号 第三种是建商就给人家超挖 超色的部分 我们的法定车位 他有一定的长度宽度 但是呢 有时候建商使用执照取得以后 就把它涂掉 就把车位呢 再把它缩小缩小 甚至于不应该画车位的地方呢 就多画几个车位 多卖钱 各位呢 现在以高雄的这个停车位的话呢 一个都逼近200万上下 这个多卖几个车位呢 就会变成这样子 所以这个超挖超色的呢 建商 因为你另外买车位 所以会有给你花一个车位的同意书 就是停车的一个证明 有车位的这个证明书 那么这个呢 是建商自己画给你的 但是他并不是有权状 也没有在法律上 一定就是有这样子的情形 我们有一个例子呢 就是我们在高雄的这个青年路 有一个大楼 那当初呢 这一栋房子呢 并生意失败要被拍卖的时候 在被拍卖之前呢 他就把他的车位啊 卖给了乙 他们就写了一个车位的买卖同意书 这200万车位的买卖 卖给他了 那各位呢 他呢 只有写了一个让渡 然后呢 他跑去跟管委会说 我的车位已经变更为乙了 后来他被拍了 就有楼上的甲 拍到这个房子 拍到的时候 这个甲 他认为说 丙这一间房子里面是挂车位的 所以各位呢 我们在公寓大厦 你这一栋房子 能够分摊的公共设施是多少 那你的公共设施里面 一定是先有公设 才会有车位 因为这个车位呢 来自于公社的这个 辞分比是共有的 那么呢 你要约定 由哪个买车位的人来专用 约定专用才可以 所以他说呢 我买到的这个房子里面呢 他除了专有部分以外 他含了公共设施的辞分 所以我是取得所有权的 楼下的人你呢 只是跟他打一个合约 你只是取得一个车位买卖的使用权 我这个所有权呢 物权呢 就大于你的债权的这个部分 我应该要拿到车位 所以我就来告你呢 车位要返还给我 那各位呢 这种纠纷呢 是非常非常的多了 那么呢 很多的人呢 他都搞不清楚说 到底是怎样 现在老师来分析给各位听 在以前车位没有那么贵的时候 很多建商 甚至于他地下室 都没有去把它登记为辞分 这是一个分界点 在84年6月28号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实施之前呢 我们大部分用的是4至349号 4至349号就是说 哦 我们三个人甲乙丙 约定分管 约定谁用哪一个部分分管 所以各位呢 我这个分管契约啊 你甲用这一个地方 我乙用这个地方 丙用这个地方 那么各位 如果钉来向丙买他的应有部分的时候 那么我钉呢 可不可以不受分管契约的拘束 那么因为分管契约是一个债权契约 那我拿到的是个物权 我的物权大于债权 所以我可以不受分管契约的拘束 4至349号说 但是如果你钉呢 是明资 或可得而知的时候 那么你要来成为共有人的时候呢 你就已经知道人家是这样分管 所以你就要受这个拘束 那各位呢 这个东西哦 这个是法律人创造出来的名词 你怎么证明我明资 你怎么证明我可得而知呢 所以这个纠纷就很多了 那各位这个东西呢 就会后来连带影响到什么 假设我们在旧大楼不是公寓大厦 也不是新制的有编号的部分 那么我去买了一个大楼的房子以后 我可不可以说哦 你们有停车位的这些人全部要让起来 因为呢 你们当初的分管契约呢 不能够对抗我 哇这时候会天下大乱 那么所以我们在早期还没有公寓大厦的时候呢 我们都用4日349号说你买了大楼进来 你就应该知道说人家早就在那里有停车位了 所以呢你应该要遵守这个分管契约 这个是早期后来为了要解救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的物权法的826条之一 它就规定说如果你有这样的分管 你到地政机关去登记登记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对抗订 就可以对抗订 是这样子来的 虽然明法826条之一要求登记了 可是我们现在有太多的这种分管契约呢 都没有去登记 所以这个问题呢 还是继续留存下来 那么在公寓大厦84年6月8号开始实施了以后 公寓大厦就有规定 我对公共设施的使用呢 是依照我所有权的比例 除非呢有令有约定之外 否则我是要依照公共设施的比例 来享有这个使用权 那么各位呢 我这个公共设施也是要缴房屋税的呢 所以在现在的一个情形底下 我有买车位的 如果它不是以供油或是有权状的部分 它会呈现出来的都是属于公社 公社有另外一个单独件号 它是很大的一个面积 你持分假设是万分之多少 基本的比例 我如果买车位的话 我的公社持分比就会增加 那么如果比较新的 我会另外给你一个编号 所以我们在看它的车位的时候 各位我们通常会去调公社的这个 建号的腾本 那个公社的建号腾本出来的话 就会贬示说你哪一户呢 你有配多少的持分的公社 从这个持分比的大小 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 你是不是有买车位跟没有买车位 一般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做法 好那么呢 大家了解了这个法律的背景以后 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车位的纠纷 还是这么多 这就是来自于我们 观念上的一个不OK 各位如果说我们现在要做车位的买卖 第一个车位它可不可以单独卖给外人 假设它不是有单独权状的 它是用公社的部分 可不可以单独卖给这一栋大楼的外人 它是不可以的 不可单独卖给外人 因为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的第四条的第二项 公共设施呢不可以跟专有部分 跟土地部分来分离 所以它呢只能卖给公寓大厦的住户 区分所有权人也就是内人 这是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呢我们的公寓大厦的公共设施 既然不能单独卖 通常是要跟着专有部分卖 那各位如果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大楼呢 它要卖给乙的时候 假设它车位真的要卖给乙 假设我有两个车位 或是我只有单独一个车位 用不到了 我真的要卖给乙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专有部分之外 你是因为共有部分来约定专用 也就是说你因为词分比较多 所以我呢给你约定这个车位来专用 因为第九条的关系 按照词分比例来使用公共设施嘛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变成刚刚这一个丙的车位词分 是可以卖给它楼下乙的 那在这种情形底下呢 它必须要怎么样 必须要变更 要变更公设词分的比例 也就是说本来我丙的这一户 假设我的公设是万分之三十加上十五 这个十五是我车位的比例 那么我乙楼下的话是万分之三十而已 这个时候如果变更车位的买卖呢 应该是要把十五变成登记在乙的 公共设施分比例底下 那么我这个丙的原来的公设 这个四十五我就要划掉就变成万分之三十 那这边的话我要划掉变成原来万分之三十 变成万分之四十五 从成本的这个登记就可以看出 它持分比例的变更 那这个车位就会变更 那如果是新的这个部分的话 假设我是编号五号 这种编号呢就要挪到 乙的公共设施的持分比例 调出这一个房子的腾本 这个五号就要放在我这个乙的腾本上 这才是真正车位的买卖 所以各位呢车位的买卖原则上要做持分的变更 可是这个持分的变更有困难 为什么因为我们当初去买卖房子的时候 是把土地的持分加上环屋专有部分一分之一 再加上公共设施都拿去给银行社抵押借钱 那你要变更这个公共设施的这个部分 这个会影响到银行的权利啊 所以你要做部分的清偿 要得到银行或抵押全人的许可 同意你把它让掉 但是不可能啊 因为有没有车位影响到房子的价值 所以银行或抵押全人 它是不会同意你去做这个持分变更的 所以就经常会只有写车位买卖同意书 因此就以来讲说我有买到车位啊 可是各位你没有把你的持分变多 你没有拿到相对应比较多的所有权比例 所以这种情形的话 它的所有权比例还留在原来的房屋上面 那么因此它被法拍了以后就被假买走了 假是拿到公共设施的持分比比较多的 它拿到的是所有权的持分比例 你只有拿到一个契约书 你只有债权 所以我们学过法律的人就知道 物权会大于债权 所以这种情形的时候在诉讼上打起来的话 原则上这个车位应该是要有假取得 不应该有疑取得 在法律上应该是这个样子 可是我们法院的判断 经常会把这个规则给打乱掉 老师为了这个曾经写过文章 而且在判决的时候 我曾经写得非常详细 我们怎么样来分析 各位第一个从所有权的大小 共有持分比例大跟小 那第二个呢 我呢持分比比较多 我是要缴房屋税的 那我有买车位的持分比 我虽然是划拍拍到 但是当时买车位的倚 可以去要求柄 做所有权持分的大小的变更 你倚可以去要求的 但是你在买卖的时候却不要求 你当然要承受这个不利益 那么我划拍的甲呢 拍到的时候 这个房子是带有持分比 比较多的所有权的 所以这个车位 因为它来自于约定专用的部分 除非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所以应该是要这么看的 再来我们从物权 大宜债权这个部分来看 宜把这个土地卖给甲 那后来他一地两卖又卖给丙 各位谁拿到所有权 过户给甲 乙过户了 那这个情形 他没办法过户给丙 那这是债务不履行 损害赔偿的问题 所以这个乙如果被甲拿走的话 他是债务不履行去告当初的丙 说我们约定了你要卖车位给我 结果车位被人家拿走了 你债务不履行的问题 我们经常在法律上发生 这一种情形 再来从交易安全上 这个车位的词分比 是有登记在腾本的 我们买卖的人 在买卖车位的人 你是可以从腾本里面 看出它的词分比 而且如果以现在来讲 它车位是有编号的 那你的编号还挂在丙的名下 那你既然买车位 你为什么不把车位的编号给移转变更呢 所以应该要用这样的判断 也就是物权大于债权的这种判断 但是我们实物上好多的判决 可能适用旧法4-349号 说人家有分管 那你这个是后来才买的人 你是从外面法拍进来标到的 所以你不能够算这样的一个情形 你是外在的人 那么这个是适用旧的公寓大厦 之前4-349号的这个规定 再来的话就是规约 我们的规约是一定要去遵照 当初约定专用的这个分管 我买车位多了200万 那么你们可不可以 大家没买车位的人比较多吗 我就弄一个规约 大家决意把我的约定专用的车位拿掉 大家照轮流停抽签 可以吗 这个黄害人家的既得权 所以各位公寓大厦的23条的部分 规约它也不可以违背法令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 我们法院经常会把这个变成说 哦 你有规约了 所以你外来的人 你要遵照这个规约 是啊 规约可以拘束 受让人是没有错 24条的效率是可以拘束受让人 可是我是外面的人买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本来它的应有部分就比较多 它是带车位的 所以我买的时候 因为有所有权才可以约定专用权 除非例外是说 我特别在共有的部分 不论我持分大小的多少 我特别去约定谁可以用车位 这个是一个例外 要从严解释啊 在法官的一个判决里面 他们对大楼的这个车位的来龙去脉 还有持分大小的比例 不够清楚的话 经常会说 这个是规约 你要受这个规约的拘束 这样子的话就会变成说 我如果没有在这里住 我就跑去跟管委会 报说这个车位是我的 就给人家占用隔壁了 长久以来我都在缴管理会 那么等到有一间这个房子被划拍了以后 他就站在那里了 那么我这个划拍进来的人就说 这个我有所有权我比较多啊 而且我去调公务局的这个死灶的时候 当初车位编号几号 就是跟买卖的这个情形一样 你这时候占用车位的人讲说 没有没有 长久以来我就已经都在缴管委会了 所以那个管委会里面 就是列我当这一个车位 就会产生车位的占用 所以为什么我们后来车位要有编号 要有持分的面积的登记 其实就逐渐要克服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司法应该要多了解 这个事情的来龙去卖 不要去打乱原有的交易次序 也不应该让这样子的一个债权 破坏了原有的公社的登记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一直在往公社的公开化 公司化登记化前进 法院的判决却往往又利用 规约的这个约定又打乱掉 刑场呢你进法院就是好文的到辞政 派文的到人家 就是经常会说明明你有这个持分 要负担比较多的 而且确实当初这一个专有部分 这栋房子是带车位的 但是因为它常常被占久了以后 就变成说它好像就有一个分管 分管照公益大厦第九条 还得要来自于那个公共设施的持分比 但是现在呢 事情慢慢也有一些发展 就是说我们的法定空地 土地的这个法定空地 有时候我们会去约定 停车位不够嘛 政府机关会同意你在法定空地上呢 做停车位的这个使用 那这种它土地可能没有跟着变多 或变少 这个地方呢就看不出土地持分比比较多 在大楼底下的它是建物的持分比 这个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如果是法控的停车位的话 它就要来自于所谓的分管契约 约定专用 那么这个最好是要去登记 依照我们的民法826条之一 去把它登记起来 这样就有对抗的一个效力了 所以各位呢 车位的问题相当复杂 也非常多的争议 希望大家呢 在买卖车位的时候呢 除非你是第一手跟建商卖 如果你是到第二手第三手的时候 明白十分大小的比例 明白有没有车位的编号 甚至于调使用执照的车位的编号 确定你真的买到车位了 而不是一张纸写了合约 你就买到了 那个是有买没有到 所以请各位要注意这样的一个问题 以上呢 供各位参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